看看新闻网 就是好像你看到好莱坞的明星被街拍 他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 你也觉得很有型 但是那些背心短裤 他有他就是比较特别的剪裁 会让你觉得简单的也很搭拍 对 我们会比较追寻一种 私底下舒服的品牌 并不是那种天桥上面 剪裁很好 很考验身材的那些东西 所以七奇店里每一季的新品 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多的惊喜 比如说这个品牌好了 他有一些很特别的面料 就是像你现在看到的这种棉质 他感觉破破烂烂的 但是就夏天穿会非常的凉爽 设计师或者是超人 他都会把他抓成不同的破烂的洞状 穿在背后那是就是 就好像有一件新的衣服一样那种感觉 好像这个品牌WARFOX 他也是现在美国的年轻人 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牌 然后他的设计师感觉很稀皮很punk 但是又带点少女的气息 那不像普通的毛衣一样 他都会处理的 就是有一些破破烂烂的感觉 这件衣服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很实用在于 他可以春夏秋冬都可以穿 对 就是冬天你搭一件皮衣也很好看 那夏天你就这样穿 把袖子卷起来 也不算热 除了美式休闲风的时装 琪琪还收罗了来自全球各地 极具创意的单品和配饰 因为我在澳门读书嘛 就觉得中西河滨对我来讲 是一个蛮奇特的文化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我的店 有一点点中式的东西 对 都是一些独立设计师的作品 对像这边这些透明的手包 就是现在韩国很流行的一个品牌 然后我觉得它很可爱 因为它的质地都是塑胶的 对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像这边呢 是一个中国设计师的作品 它用丝绸来折叠 做一些首饰手包跟眼罩 对那这个也是韩国那个品牌的 然后我很喜欢它那种 很现代的那种反光的感觉